她穷得叮当响却住着五星级酒店 往沙发上一躺架子摆得比谁都足 随手打发服务员的小费都是百元起步 大堂经理黑妹将她从头到尾打扔了一番 浑身上下都是名牌还带着点外国腔调 她自然而然把安娜当成了来美国旅游的富婆 转身就将她标记为尊贵的VIP客户 为了在安娜面前刷好感拿到更多小费 饭点还没到黑妹就提前给她留了最好的用餐位置 甚至自掏腰包给安娜送去上千美元的香槟 这一系列举动果然让安娜注意到她 送上门的服务不要白不要 安娜故意让黑妹帮自己打印资料 看到里面有关租赁纽约最贵写字楼的信息 黑妹更加确信自己没看走眼 那之后黑妹服务起来更加用心 对于安娜的吩咐不仅会安前马后做好一切 还把她的名字直接放进VIP资料库 纽约各大高设厂所的服务员姐妹一传实实传百 一瞬间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德国小富婆 为了让安娜有个良好的购物体验 贵姐甚至同意让她设长 只要是她看上了一分钱都不用花 会有专人推着大包小包送回酒店 短短一个星期 黑妹手上的小费就有厚厚一打美元大钞 不仅如此她还很会看颜色 在看见安娜被合作伙伴骚扰 却不好撕破脸皮拒绝时 作为贴心管家的她总能找到完美的理由 帮安娜顺利脱身 一来二去黑妹颇受安娜青睐 就连那些渴望而不可及的豪华聚会 她都能体验一把 而有钱人的支付方式更是令她大开眼界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卡丢在桌子上 安娜只需要闭着眼在里面随便抽一张 一晚上近百万的消费很快就有人买单 安娜还主动给黑妹买了很多名牌衣服 带她一起体验贵妇级的私人桑马 接地气的行为和友善的态度 迅速俘获了黑妹的心 虽然一开始她只是想赚安娜的小费 但现在她真心把这个富家小铁当朋友 不得不说安娜俘获人心真的很有一套 现在她只要继续拖延时间赖在酒店 等银行的四千万贷款一到账 就能成为真正的千万富豪 可事情并没有安娜想象中的顺利 这天酒店老板的儿子来开会 黑妹为了得到公子哥的在赏 特地说明自己把安娜服务得很好 两个公子哥听完一脸懵逼地说压根不认识什么安娜 黑妹连忙提醒 安娜就是那个要租下纽约最贵写字楼的德国贵族 她还是你们父亲的座上宾 可公子哥却十分肯定地表示他们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而且安娜如果是父亲的贵客 她会直接入住总统套房而不是普通的套房 这番对话瞬间在黑妹的心里溅起波澜 她开始对安娜的身份有所怀疑 黑妹来到安娜面前试探性地问 为什么酒店的公子哥说不认识你 眼看真相就要被揭穿安娜还是不紧不慢地说道 自己都是和他们父亲打交到不认识很正常 而且不住总统套房也是为了低调行事 看她淡定自若的神情 黑妹又信以为真 可转头她却听见主管抱怨 安娜入住时留下的银行卡号是错误的根本刷不出钱 主管担心安娜是骗子 让黑妹立刻去找安娜解决房费的事情 但黑妹不以为然 给小费都是一百起步的人不可能是骗子 她让主管不要多想 自己会帮忙要到安娜的卡号 可此时的安娜却在惦记着 怎么要回曾经给黑妹的上万小费 晚餐结账时 服务员突然告知安娜给的卡无法支付 不管她换了多少张卡依旧刷不出钱 安娜面对这种场面已经轻车熟路 她坚称自己的卡没有问题 一定是餐厅的支付系统坏了 黑妹不想在外面丢了面子 连忙将账单揽了下来 但心里盘算着安娜给的小费越来越少 在酒店欠的账单又越来越长 她的心里逐渐不安 隔天上班时 她更是从同事口中听说 安娜从入住的那天 起除了小费之外 就没有支付过任何费用 就连在餐厅吃饭的账 都是记在房费当中 她怒气冲冲地找到 还在潇洒购物的安娜 质问她为什么要假装有钱人欺骗自己 并让安娜赶紧把拖欠酒店的房费付完 眼看银行的4000万贷款就要到账 在这个结果眼上 安娜不敢露出马脚 敷衍几句稳住黑妹后便将她打发走 可当安娜返回酒店时 却被主管告知 在付清费用前 她房内所有私人物品都将被赞扣 现在的安娜多比脸还干净拿有钱结账 谁也不知道她这一晚是怎么度过的 然而隔天一早 她便拿到了其他银行批下来的20万贷款 火速结清所有账单后便带着她的一堆奢侈品 昂首挺胸离开了这个酒店 开始她的下一站忽悠之旅 紧接着安娜和酒肉朋友们来到摩洛哥度假 还充大款包下整层花园套房 充算展示自己财大气粗的一面 只为能向银行贷更多的钱 她还特地请了专业摄影师360度 跟拍自己的创业经历 他们在酒店里肆意享受着私人泳池 坐着舒适的马杀鸡 吃着从中国空运过来的牛排 反正只要不离开酒店 安娜所有的消费都可以设账不用买单 可连续在酒店里奢侈了好几天也有些厌倦 朋友大波浪提出去其他景点打卡拍照 担心露出马脚的安娜却一点不屑并嘲讽她俗气 酒店里什么都有为什么还要跑出去 虽然借口有点牵强 但还是没有引起怀疑 这时服务员突然走过来让安娜借一步说话 事情走向还是和以前一样 安娜留给酒店的卡权都刷不出钱 服务员要求她换一张有效的信用卡方便结账 安娜表面上十分大方地换了张卡 但实际上心里慌得很 之前从银行贷款的20万早就被她挥霍一铺 现在就算把她卖了也拿不出一毛钱来 不久后随行的健身姐因为水土不服吐的昏天黑地 只能一个人先启程返回纽约 而她的离开也引起了酒店的怀疑 不得不出动几个标形大汉前去催债 安娜见状不仅不害怕还十分投底 理直气壮地说不知道自己的卡在国外刷不出钱 她已经吩咐父亲的手下跨境汇款过来 可安保人员一口咬定没有收到安娜的转账 如果现在拿不出有效信用卡 就别怪他们用武力解决 眼看双方越吵越凶 大波浪吓得连忙出手阻拦 她将自己的卡暂时抵押给酒店 等安娜父亲转账过来后再取回 可到底是压着自己的东西 大波浪心里开始动荡不安 为了安抚她的情绪 安娜主动提出带她去一直梦寐以求的旅游景点 而酒店实在害怕他们逃单便安排保镖寸步不离地跟了出去 几人肆无忌惮地连完带拍逛了整整一天 等结账时却被告知景区消费不能挂在酒店账下 无奈大波浪只能继续当着刷款机 但她的信用卡还在酒店抵押着 手头上唯一一张公司的财务卡却不能用来消费 于是他们又在景区保镖的护送下返回酒店去卡 但酒店要求她必须用另一张有效卡抵押 才能拿回原来的信用卡 此时摄影师已经看出端倪怀疑安娜是个骗子 他劝大波浪三思而后行 万一安娜真拿不出钱 酒店就会刷她的单位卡底账 这样一来她就成了挪用公款的罪人 但大波浪被安娜洗脑得十分严重 坚信她一定会洁清这些账单 虽然暂时有了银行卡做抵押 安娜知道再这样下去被揭穿是迟早的事 她火急火燎给银行打去电话询问4000万的进度 经过坚持不懈地装逼 银行果然相信了她的财力 负责人告诉她贷款申请已经通过 不久后将直接汇入安娜的账户 可下一秒她又被告知在贷款下来之前 银行将派人到德国去走访安娜的家庭背景 只要确认了她的贵族身份4000万马上就能到账 听到这个消息安娜瞬间感觉人生无望 她强忍着挤出一个难看的微笑 为了不在摄影师面前露出马脚 只能拎着评香槟到外面借酒消愁 难道她筹谋这么久的大事就要功亏一篑了吗 她觉得还能再就一下 趁大波浪前脚刚回国 安娜后脚就刷爆了她抵押在酒店的银行卡 金额足足高达6万美元 到最后她甚至连回国的机票都买不起 走投无路下安娜又盯上了还没骗过的健身姐 她谎称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 如今身无分文只能流落街头 希望健身姐能替自己买张头等汤的机票 等回去第一时间把钱转给她 没想到安娜回国后直接跑到健身姐楼下 她一脸委屈哭泣自己的银行卡还没办好 老爸给的信托零花钱下个月一号才能到账 希望能在健身姐家里借宿几天 安娜就这样穿着人家最贵的睡衣 喝着人家最后一瓶红酒赖了整整三天 到第四天健身姐终于意识到 她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女骗子 毫不留情地就将安娜驱逐出门 此时大波浪也着急着将公司的欠款补上 她24小时不停歇给安娜打了无数个电话 可那边不是关机就是无人接听 在她持之以恒的催账之下 这天终于收到一份来自安娜的汇款邮件 大波浪欣喜若狂地点开查看 可没想到整整6万美元安娜只还了5000块 这时领导也发现了公司银行卡在境外被使用的痕迹 她劝告大波浪最好在年末清查之前把钱补上 否则公司将会让她吃不了兜着风 大波浪嘴上连连印下但心里实在慌的一批 因为安娜将5000块转过来后 就好似人间蒸发再也联系不上 她换了个手机给安娜打去电话 不出三秒那边果然传来安娜的声音 面对朋友委婉地追战 安娜傲娇地说自己正在某某酒店 如果大波浪着急要钱的话就到酒店找自己开支票 大波浪高兴极了 她就知道安娜绝对不是老赖 可等她到了酒店才发现自己被耍了 安娜早就逃得不见踪影 还拖欠了酒店三个月的房费 经理已经联合其他酒店将安娜拉进黑名单 并打算把她告上法庭 被安娜逼上绝路的大波浪只能找健身姐诉苦 健身姐看她哭得实在可怜 便利用自己的富婆人脉将安娜引诱出来 有人请吃饭自然没有不去的道理 直到现在安娜还在装大款看不上富婆订的餐厅 可看见大波浪的那一刻 她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下来 合着他们是在这里给自己摆了敞红门宴 尽管知道人家是来讨债的 安娜还是摆出富家千金的架势说话一点也不客气 总而言之就是不愿意还那六万美元 一旁的富婆实在看不惯她这副嘴脸立刻下场开喷 说这么多还不如动动手指转账过来 哪来这么多废话 安娜有些恼火 在赖账这一块她可是鼻祖 她不可一世的说自己刚租下了纽约最贵的写字楼 没那么多时间和他们耗在几张破银行卡上 可就在前不久那栋写字楼已经被政府租下来准备打造成博物馆 安娜的谎言不攻自破 她看着纽约日报上新鲜出炉的消息 瞬间恼羞成怒当场砸了手机 随后又借口上卫生间六支大吉 她想去新的酒店继续行天 谁知还不等靠近就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 面对以往只会巴结自己讨要小费的服务员 安娜傲娇地问她知不知道自己是谁 服务员当然知道她的大名 如今整个酒店行业都将安娜封杀 并且有二十多家被骗酒店已经联名把她告上了法庭 但安娜是何许人也 她可不会乖乖坐等法院逮捕自己 而此时的安娜早已想好了脱身的办法 她瞄准银行的漏洞打算来个惊蚱脱跳 安娜拿出之前给基金会申请的支票 大手一挥写下低于犯罪标准的数额 将支票存进银行后又跑到其他分行兑线 轻轻松松就拿到了1500美元的现金 接连几次钻空子的操作下来 安娜又变成了一个小富婆 随后买了张单程机票跑路到洛杉矶 继续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直到所有现金都被挥霍一空 可手机里依旧不断传来各种催债短信 心烦意乱之下安娜干脆用红酒配安眠药一饮而尽 同时还不忘拍张自拍发朋友圈 等她再次醒来时已经身处医院 医生认为安娜有自杀倾向劝她留院观察几天 可安娜态度坚定拒绝配合治疗 医生转告她现在门外站着大批警察 如果不配合只能移交警方处理 安娜一听瞬间停下动作 熟读法律条文的她知道只要正视自己有病 自己欠的钱和法院的审判都会暂停延喉 安娜在医生面前哭诉自己的悲惨绅士 说父亲是个喜欢酗酒的暴徒 每次喝醉了都会对自己拳打早梯 小时候为了不被打才会养成说谎的习惯 医生一听就判断安娜是童年阴影造成的心理疾病 需要送去康复中心待一段日子 本以为那会是非常简陋的小坡地方 没想到环境堪比五星级酒店 看到巨大的私人泳池安娜忍不住拍照发朋友圈 殊不知正是这个举动将她推下深渊 远在纽约的大波浪看见安娜发的心动态后十分气愤 凭什么她要替安娜背负着公司的巨额债务日子苦不堪言 而安娜还能逍遥法外 她决定展开报复 大波浪给安娜打去电话 谎称她就在康复中心门口 希望能请安娜吃顿饭好好联络感情 想到自己又能饱餐一顿 安娜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 她不顾众人的阻拦跑出了疗养院 到了门口才知道等候已久的是警察 安娜被抓回纽约之后 大波浪把自己和她的故事卖给了出版社 不但还清了欠下的债务还赚得盆满钵满 而安娜的光辉事迹也彻底流传开来 一位记者花了大半年走访和安娜有关的人物 通宵几百个小时写出了这位欧美诈骗犯的故事 杂志一出顿时引爆全国 大家都纷纷惊叹这个不起眼的花季少女 竟能凭一己之力将众多富豪玩弄于鼓掌之中 一瞬间她成了整个上流社会闭口不言的黑历史 可她非凡的精力和时尚的穿着都让人们热议纷纷 没想到费尽心思想挤进上流社会的安娜 如今竟以黑红的路线火遍全国 安娜看了有关自己的报道 故事很精彩但她并不满意 她简称自己的老爸是个隐形富豪 因为想磨练自己才没给零花钱 从头到尾她都没有诈骗 只要老爸给的钱一到账 她就会立刻结清欠款 为了打赢这场官司安娜请了个顶级律师 律师告诉安娜如果不想蹲大牢 就必须说自己是为了创业成功才夸大事实的农村小妹 这样一来陪审团才能认为安娜的行为不构成诈骗 可安娜并不同意这一方案 她坚称自己是个极具富有商业认知的富二代 盲目又自信的样子一度将律师和记者惹的抓狂 为了弄清楚安娜撒谎背后的真相 记者走访了被她骗过的哥哥富婆 一开始他们都不愿意接受采访 怕登上报纸后会丢人现眼 好在记者承诺用虚假身份报道他们才说出详情 但特别的是他们无一例外对安娜的评价都特别高 时尚品味好还精通各国语言 举手投足之间净显自信 怎么看都不像个假名媛 记者听完也是震惊不已 难道安娜真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个富二代吗 想要解开这个谜团 她只能前往德国寻找安娜的父亲 一路上她都在想象安娜父亲会不会也是个诈骗高手 在耳濡目染下才会变成如今的样子 或者她真的是个隐形富豪 所以安娜一直坚称自己是个富二代 可真到了那里记者直接傻了眼 安妇就是个在普通不过的装修工人 她说安娜高中毕业后就离开家庭去了美国 后面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道 而安母则说安娜虽然是自己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 但她从来不知道女儿心里在想什么 女儿也不愿意和自己沟通 每次家庭聚会她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不是研究名牌奢侈品 就是沉迷于上流社会的杂志当中 除了要钱买衣服包包之外 他们就像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看着夫妻俩的态度记者有些失落 但也足以证明安娜并不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记者劝解安娜在法庭上说出自己的身世 这样或许能减缓判刑 还能给世人一个完美的结局 但安娜却死活不肯 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创业者 一旦身世被曝光 就意味着她承认自己是个诈骗犯 事情愈演愈烈最终闹上了纽约最高法院 而安娜也一刻都没有闲着 知道一定会被判刑的她又有了新的计划 安娜打电话给闺蜜黑妹 让她替自己找一个最顶级的明星造型师 她要在庭审当天用最乍眼的方式出场 黑妹一听就知道安娜想干什么 立刻帮她联系了造型师朋友 但对方一听是给诈骗女王做造型 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请不到造型师安娜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她又打电话给代理律师 让律师替自己置办好出庭的行头 可男人已经因为安娜的事情 烦得一个头两个大压跟没心情多管闲事 到了开庭这天 安娜却因为嫌弃监狱妇太丑迟迟没有出现 让法官大人和陪审团等了足足半小时 在法官看来这无疑是在挑衅自己的权威 于是告诉律师在自己咖啡喝完之前 如果安娜还是没有出现的话 你的职业生涯将会在天一笔拜计 无奈之下律师连忙找到安娜 求她换上新买的衬衫和戏裤赶紧出庭 可安娜不为所动 除了玩礼服她啥也不肯穿 律师只能拜托记者去服装店现买一件 终于在上庭的前一刻 安娜如愿穿上了香奈儿套装 她昂首挺胸地走上法庭 想象着那里挤满了争先要采访自己的记者 可现实却让她大失所望 网友的热度已经在逐渐消退 没有人会关心这个女骗子最终结局如何 法庭上除了寥寥无几的工作人员外 再无他人 正是开庭后 律师竭尽全力想将安娜的行为定义为谎言 而不是诈骗 她把安娜塑造成出身贫寒在 异国他乡孤身创业的可怜女孩 为了获取投资者的信任 安娜只是夸大宣传而已 这之间并不存在诈骗关系 在律师绘声绘色的辩解下 陪审团似乎有所打动 但安娜的心思压根没有放在这上面 她回头和黑妹对视一眼后 黑妹立刻反映过来她的意图 打开相机对着安娜就是一顿咔咔猛拍 回去之后又以安娜的名字 创建了一个新的社交账号 将她在法庭上的穿搭都发了上去 看到即将入狱的人还有心思走红毯 安娜再次爆红网络 一时间她成了炙手可热的小明星 她穿过的衣服无一例外都会被人疯抢 从此之后 安娜在法庭上更卖力地展现自己的淳于风 每次开庭不打扮的花枝招展绝不出现 纽约最高法庭似乎变成了她的个人时装周 不管律师如何帮她辩护她都不在乎 怎么才能出尽风头才是她的目的 安娜翻红后曾经诋毁过她的大波浪也被扒了出来 网友在她的账号下大喷特喷 指责她花着安娜的钱享受上流生活 还要靠出卖朋友获取利益 网友对背叛者的仇视 让安娜闲鱼翻身获得了一众好感 在两人对峙的法庭上 安娜的代理律师更是抓住背叛这一点 言语犀利地提问大波浪 在和安娜相处期间 她有没有付过哪怕一杯酒钱 她口口声声说安娜是自己最亲密的好友 但转头却将安娜诈骗自己的故事写进了杂志 还将她卖给了三个不同的出版社 前前后后一共赚取了高达百万的费用 在律师咄咄逼人的质问下 大波浪彻底崩溃 她被羞辱的无地自容从此背上出卖朋友的骂你 可尽管如此安娜还是逃不过法律的惩罚 最后一次庭审中 陪审团列出了她犯下的失踪罪 六个星级酒店的巨额逃单 四个信用卡欠款和支票套现 合计下来数额高达百万美元 最终她被处以四年有期徒刑的判决 听到结果的那一刻安娜内心瞬间崩溃不已 她不甘心地大喊自己离成功仅有一步之遥 好在她还给自己留了后路 安娜凭借在法庭上走秀的照片火遍全国 影视老板秀到其中庞大的商业价值 立刻以200万价格买下安娜故事的版权 打算将她的创业之路放到大荧幕上 而安娜出狱后不仅能得到高昂的版权费 还能凭借电视剧的名气再次翻身 这部电视剧就是根据安娜索罗金的真实世纪改编而成 三十而立的她也从一个只会吹牛的贾名媛 靠出版费摇身一遍成为千万身家的富婆 如果你也喜欢一口气看剧系列 那就关注我吧